公交车上美女的蓝牙耳机掉了 碰巧掉进了一个又脏又臭的鞋里 真恶心 旁边坐着一个口小的老太太 美女刚想去捡 老太太就把耳机踢开了 美女说阿姨这是公交车 你咋能脱鞋呢 回家后老太太带着孙子去公园 孙子尿急 老太太就让她去树下接决 而一旁就是公厕 这时环卫工人过来阻止 说这是公园不可以随地大小便 结果直接被老太太拉住 第二天孙子玩耍时 把一杯豆浆碰掉了 结果直接砸到了一个小哥的头上 小哥生气地去楼上理论 孙子刚想承认错误 结果被奶奶一把推到背后 晚上老太太想出去买菜 为了少走几步 就想从工地里面穿过 工人小哥不停地劝阻 说这里非常危险 可老太太就是不停 小哥说那我只能去跟领导请示 让他在这里等一会儿 来跟我一起读 乖乖真乖 钢烈 加入 拐 蔻 的